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到ASML調查局 一陣子不見大家了 前兩集我們帶大家突破了 關於英文跟學歷的迷思 但相信大家對於ASML 還有很多好奇跟想要了解的地方 今天我們來到光滑商場附近 我們現在要來詢問民眾 對於ASML的產品還有設備 到底了解有多深 一起走吧 這是科技業 不知道 好像是科技業 有沒有第五個選項 除了車以外都有吧 iPhone吧 都有關係 沒有 有 縮小燈只在多愛夢裡面提供 光學嗎 應該也是以上皆是 常聽奈米科技 所以應該是奈米 奈米 那你猜最小的奈米 好 我們現在已經回到 ASML的台中辦公室 經過剛剛的街坊 看來大家對ASML還不太了解 到底傳說中 晶片製造的縮小燈是什麼 就讓我們請到最專業的 ASML Alert來幫我們做解答 歡迎各位參與 ASML調查局 三位是我們本集的主角 這次我就不入鏡啦 首先先請三位跟觀眾 打個招呼 哈囉 大家好 我是Oliver 我是EUV TekSupport Manager 大家好 我是Vincent 我是Customer Support Deep UV Site Manager 大家好 我是Neo 我是EUV TekSupport Groove Reader 首先可以跟我們聊聊 ASML屬於什麼產業嗎 其實沒有大家想像那麼難 我們是半導體產業 設備上的角色 原來如此 那ASML跟生活中哪些物品有關 iPhone PS5 車子還是電腦呢 剛剛主持人提到的物品中 其實都含有大量的晶片 那ASML在這個產業中 扮演的是晶片設備上的角色 我們提供給晶片製造商 優秀的機台 以及專業的售後服務 其實只要任何有高階晶片的產品 都是與我們息息相關的 都不知道原來ASML跟我們生活這麼近 那我們接下來要問更困難的 在街坊的時候可是考到很多人喔 當然沒有問題啊 我們還準備類的道具 來協助大家更好的理解 那麼難題來了 第三題 晶片製造縮小燈是什麼 之所以會有晶片製造縮小燈的別名 是因為 ASML的技術 是將光照上的圖案透過聚光鏡 將影像縮小至1.16之後 成像至預先塗好的光組的晶月上 形成電路圖案 所以可以說 微影是晶片量產的光鏡步驟 我們的EUV、DUV 都屬於Scaner的曝光機種 EUV即止外光是ASML獨有的技術 例如iPhone等使用先進機片的高階產品 就需要EUV的技術 這也就是為何 ASML其實跟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那版中寫的晶片製造縮小燈 就是指EUV跟DUV嗎 是的 沒錯 那我們進到下一題 ASML在做的事情 跟以下哪一種研究領域相關呢 是電磁學、熱力學還是光學 我自己猜是光學 因為前面已經講到聚光鏡啦 嗯 沒有錯 主持人你猜對了 其實圍影技術也就是光學原理的延伸 只不過我們的機台 其實它是充斥著各種科學原理上的應用 例如我們的光學量測系統 EOSTA 它可以在晶片曝光後 準確地進行Overlay、Focus還有CD的量測 並且提供更快速的在線式即時回饋 提供大量的智慧化數據分析 幫助圍影系統後續保持在最佳的運作效能 不但如此 我們也有eBeam的缺陷檢測設備 它可以在晶片曝光後 數十個產出中去量測 是不是我們不預期的低費產生 上述我說的eOSTA和eBeam 其實大家可以把它想像成 就是我們的即時健康回報系統 它可以非常精確地幫助我們的圍影設備 永遠做最佳化的製造 最後一題來啦 ASML的設備可以檢測到多小維度 是毫米、微米、還是奈米 其實在光學領域中 要確保轉印到細菌園上的線路圖案及結構不會變形 並在微影的過程中建立準確的模擬模型 讓機台可以順利的運作 並需要萎縮到奈米程度的等級 而艾斯墨擁有的運算式微影軟體 便具有這樣的功能 不光準確預測圖形缺陷的發生 還能協助客戶在製程早期中對光照進行修正 可說是奈米等級的精準顧問 上述的三種設備對我通常不可或缺的角色 我們將它合體稱為全方位微影技術解決方案 AKA黃金三角 目前艾斯摩爾的High-NA系統正在研發當中 ASML將會繼續推動半導體先進製程 原來這就是ASML在做的事情 謝謝三位詳細的解釋 好的那大家千萬不要忘記黃金三角喔 透過這個黃金三角 各位觀眾是不是更加了解ASML的產品與技術呢 如果大家對於技術還有更多問題的話 都歡迎留言在下面告訴我們 那接下來就跟著韓方繼續探究 ASML有趣的一面吧